花林鲜蜜香红茶制茶技术竞赛 今天其一连两天在瑞穗五鹤茶区的东森茶行登场 迈入第四届的活动赛事备受茶农的肯定之外 今年最大的不同在于 不论是富里乡六十丹山玉里镇赤柯山 还是地主队瑞穗五鹤茶区 这一次绝大多数都是由年轻的茶农来较劲 似乎也展现了年轻茶农 慢慢接手茶产业的趋势 结束了简单的开幕式后 参加第四届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比赛的选手们 依序抽签领取茶经 首先整理后即刻进行尾雕 今年开始了 那么多的大将会不会害怕 不会 就人家做跟着做 就学习 以学习的态度来的 花莲蜜香红茶制茶技术竞赛 今天起一连两天 在瑞穗五鹤茶区的东森茶行登场 参赛的选手们 清一色都是青农或茶农二代 除了吸收技术与经验 年轻茶农选手们 还得面临高温天气环境的挑战 太热 太热也不好 所以就是说 就是收来室内 温度 主要是温度跟湿度 然后还有通风 通风要凉好 对这样茶叶走水 就是它水分在流失的 才会比较顺利一点 堂堂迈入第四届的蜜香红茶制茶技术竞赛 备受农诊单位及茶农的肯定之外 今年不论是富里乡六十淡山 玉里镇刺客山还是地主队的瑞穗五鹤茶区 多数皆为年轻茶农来参赛较劲 举办单位高度肯定表示 意味着新旧世代的传承与交接 也让茶产业更年轻化 今天就开始技术竞赛了 那选手比往年多了 又更年轻 这个技术竞赛 最主要是要让大家都同等的好 大家来切磋一下技术 哪怕是很会做的 很不太会做的 大家可以互相了解一下 让我们整个花园现在这个蜜香红茶 大家的品质都可以一次 30多位年轻的制茶选手 要以两公斤的茶精 在明天28号上午8点半之前 较交350公克的蜜香红茶成品 作为官能评评赛之用 每位选手使出看家本领 大显身手 希望能够拿下这一件蜜香红茶 金牌制茶王的宝座 记者是玉兰瑞翠彩房报道